基本工资能不能提高外界都在关注 但现在经济不景气 许多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多赚一点钱 但也有人是为了梦想放弃高薪 在新竹就有一位面板工程师陈世芳 他是个清大化工所毕业的高材生 原本是在竹科当工程师年薪百万 但却因为这压力太大了 让他决定放弃高薪转行来卖入味 这创业是相当辛苦 但他现在是过得相当快乐 卤味下锅香气四溢 在淋上独门辣酱 卤味终于上桌 面条被沾上辣椒籽闪闪发亮 但这卤味要华丽登场 可是丝毫不简单 豆腐腰入味开店前三小时就得先下锅 小小的卤味摊因为热气温度上升四五度 只靠一支电风扇帮忙降温 流汗然后热的话就吃食欲就变差 我已经瘦了不知道四公斤还是五公斤 他就陈世芳是这家麻辣烫店的老板 六十四年次单身未婚 不要看他准备滷味很上手 在这之前他原本是一位顶着清大化工硕士 高学历年薪百万的竹科工程师 最主要是其实你也知道就是很多 如果大公司其实你要面对的是很多人的问题 有时候就是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其实就是其实我的个性不喜 比较不喜欢这一种 打拼到副里但厌倦每天办公室的一成不变 转换跑道没意思不舍 花十个月沉店找方向 最后砸下一百多万开加盟店 到现在家人还被蒙在鼓里 虽然陈世芳有信心家人会认同 但身体却不断找麻烦 一年里面可能有几个月是 会突然有几天很痛 然后请假休息 然后现在是每天都很痛 可是每天都要工作 所以没办法请假 以前长时间做办公室的恶习 反而因为搬重务更严重 但自己当老板绑着腰术也得上工 访问当天还遇上店内员工大迟到 陈世芳只好通通自己来 好家在其他员工赶来支援 因为一到开幕时间四点半 门前顾客就络绎不绝 从以前每天盯着生硬电脑面板 到现在天天与卤味为伍 他从没后悔开启卤味人生 即便砸下的成本 还有好久才回本 但他赚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 以前光想要去上班 光要去上班再刷牙 早上刷牙洗脸的时候 其实就不是很开心 现在每天早上起来 要上班其实是开心 欢迎新闻张显东黄运辰 新竹市采访报导 新竹市采访报导